叶师傅放弃永春改练枪 重生的叶师傅已经双目失明 可依然没忘了和洋人生死搏杀 这一世 叶师傅要赢回失去的一切 还要亲手干掉知己好友约翰威克 杀手组织成员约翰纵马狂奔在茫茫大漠 掏枪干掉前面三人 翻身下马面无表情来到长老面前 担心下跪申请退出 恳请长老还自己一个自由身 可长老明确表示拒绝 还让约翰断了这个念头 长老说就算自己死也不能改变什么 高桌会不可能放过任何想要逃脱的人 包括约翰 可人活着不就得勇于尝试吗 约翰此举意味着向高桌会的制度宣战 要知道高桌会是全球性的杀手组织 世界上的知名帮派在高桌会都有一席之地 除了12个最著名的黑帮之外 还有很多附庸 这家酒店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现在酒店经理要有大麻烦了 因为他对约翰提供过帮助 现在要面临高桌会的示威性报复 在巨大的落地窗前 酒店经理终于见到这位年轻的侯爵 夕阳西下似乎象征着他的生命也即将隐落 由于之前酒店经理多多少少帮过约翰 为了以示惩戒 在杀戮的最后一个沙子落下后 现在酒店经理正式被高桌会除名 他不能再代表高桌会在纽约的市里 但侯爵没有亲手干掉他 只是捡其羽翼给了个教训 可怜助手连后事都没来得及交代就咽气 为了尽快解决掉约翰 侯爵又请出一位大师 双目失明的叶师傅 终于进入这片金碧辉煌之中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人一旦有了软肋 就容易被人家要挟 同学用叶师傅女儿的性命 死死拿捏叶师傅 要叶师傅必须听从自己的命令 而得知自己要杀的人是约翰 叶师傅难免为难 两人曾是老友 再铁石心肠的杀手也于心不忍 可要是不干掉约翰 侯爵就会杀了自己女儿 叶师傅只能担心跪地 叶师傅知道 约翰这人没多少值得信赖的朋友 在日本大阪开酒店的浩二算一个 这家酒店同样是高桌会旗下 浩二女儿毕业后 就暂时在前台负责接待工作 按理说 酒店是不能让动物入住的 可又担心小黑说自己歧视 女孩最终还是给拿了房卡 其实这小黑也是闻着赏金的味 过来追杀约翰的 不过他也算是约翰的后辈粉丝之一 也没打算一上来就下杀手 但最近外面不寻常的气氛 让女孩敏锐意识到 必然会有大事发生 约翰的事在道上闹得沸沸扬扬 自己父亲浩二又和约翰关系那么好 说不定自己家酒店 就会成为风云动荡之地 女孩也是为了父亲好 既然现在父亲心意已决 那就听天由命便是 果然 三分钟后 浩二就看到约翰出现在酒店门口 他责怪约翰不该冲动杀掉长老 高卓会派人炸掉纽约酒店 便是宣誓权威不可侵犯 得罪他们的人无处可逃 就算约翰来到大阪 估计也会很快遭到杀手追杀 一枪干掉长老 爽快是够爽快 可这一切又该如何收场 高卓会那些人可是不死不休的 这下麻烦大了 但兄弟间不讲什么对得起对不起 不过一死而已 所谓患难见真情便是如此 浩二说的没错 没有人能永远不败 而且高卓会的杀手已然到来 他交代女儿 就待在约翰身边千万别走开 自己会和杀手们谈清楚的 而所谓谈判就是试图武力压制 一声令下 手下众人准备好各式武器整装待发 但明面上的礼节还是要做到位 浩二在表示欢迎的同时 重申任何人都不能在酒店内动手杀人 这是高卓会的规矩 谁也不能例外 这种紧要关头 谁会傻到交出保命武器 双方剑拔弩张之际 叶师傅终于出现 说起来 大家和叶师傅也都是好朋友 好兄弟 也曾情比金奸一搏云天 可现在毕竟立场不同 叶师傅被侯爵要挟 来取约翰的小命 浩二胆敢阻拦 就是和代表高卓会的侯爵过不去 偏偏浩二今天就是铁了心要保住约翰 竟然全场吸灯 让手下张弓搭剑准备反击 一旦动手就再无回转余地 东营武士和西洋杀手各显本领 浩二并非迂腐之人 懂得最大程度利用现代枪械作战 没多久就取得主场优势 要杀手滚出自己的地盘 可他还是低估了高卓会的势力 刹那间 十几个武装到牙齿的杀手冲进酒店 浩二不得不带着手下先行撤退 抱怨着约翰不该将货水引来 可人家都打到家门口了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弓箭对战现代化的枪械并非一无是处 起码超近距离可以用弓弦勒死敌人 而约翰则不放过任何一个用绞杀干掉敌人的机会 随后疯狂克班机 亲自送他们上西天 解决掉这些追兵才只是开始 另一批杀手已经围在浩二身边开始杀戮 尽管他自己能突破包围圈 可手下无一人生还 而此时的叶师傅还没吃光碗里的面 想用吃面拖延时间的叶师傅终于不得不出手 阴暗的环境对双目失明的叶师傅没有任何影响 随着东营武士们被接二连三的干掉 叶师傅仿佛突然领悟了某种神秘的东方拳法 不过心慈手软的叶师傅还是没下杀手 只是暂时让这些人失去行动能力 可约翰和浩二女儿这边就惊险多了 杀手们可不会讲什么点到为止的江湖规矩 每一发子弹都奔着要命去的 面对如此强壮的对手 只能拼命才有机会活下去 瘦小的浩二女儿 骑在壮汉身上疯狂插刀子 好不容易干掉一个 就被子弹击中后腰 浩二扶起女儿就先撤了 剩下的交给约翰解决 约翰年纪大了 能用枪的尽量用枪解决 近身格斗已经不是他这位中年人的拿手好戏 往往干掉一个人要刀枪骑出才能鲜血飙飞 这样的搏杀浪费大量体力 约翰不得不选择另一种更简便的方式 又一个黑大汉冲出来 约翰瞬间被甩到地上 就地取材捡起双截棍发起反击 看似没有李小龙那么帅 但棍子打脑袋上效果都差不多 况且约翰还有一手阴人的独门绝技 还剩几个不入流的杀手 约翰一个右边腿一个左正灯 外加一个接裸脚 顺利解决战斗 但还是有人不怕双截棍 跃跃欲试 想尝尝被打死的感觉 约翰也没客气 双截棍加刀子全送他们上西天 至于最冥顽不灵的那一个 必须用最纯正的双截棍技术送他走 小自卑的杀手全部解决 接下来该叶师傅出场了 两位知己好友重逢 没有太多废话 寒暄过后变见生死 我抱歉 我抱歉 初次交锋 两人谁都没占到便宜 约翰躲在屏风后 搜刮其整套装备等待叶师傅光明 再度交锋的二人 冷热兵器交替使用 别看叶师傅双目失明 真打起来比约翰还凶 这次的试探 上两人意识到 真要伤敌一千 必然自损八百 叶师傅选择用冷兵器和好友决一死战 可约翰竟然不讲武德 二人对射直到打光弹夹 身上连点擦伤都没有 而当叶师傅再度将约翰压在身下时 原来是带着狗的小黑搞偷袭 现在 外面对约翰的赏金 已经追加到两千万美元 纵然小黑再看好约翰 也不得不动心 而约翰刚从房间冲出来 就发现院子里的杀手比想象中还要多 看到小黑出现 约翰询问 现在道上花多少钱买自己的命 小黑暂时还不打算干掉约翰 他想跟在约翰身边 等养肥了再下手 但事情的走向 不是他这种临时杀手能决定的 叶师傅已经守在院门外 恭候号二光临 哪怕号二随便编个谎话 叶师傅都有理由放人 大家毕竟都是肉体繁胎 再打下去谁也撑不住 可号二铁了心要打到底 叶师傅不得不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 拔剑和号二的武士刀对抗 两把武器发出悦耳的金铁之声 最终在眼花缭乱中 叶师傅一招死亡翻滚 以微弱优势获得胜利 本来叶师傅都要走了 号二非要以命相搏 结果被一剑扎了个透心凉 看着父亲在自己怀里断气 号二女儿眼中满是杀意 他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叶师傅也没赶尽杀绝 反而告诉女孩 以后尽可以来找自己报仇 大阪一战 除了约翰和叶师傅生还 剩下的人不是死就是重伤 号二女儿在地铁里追上约翰 毕竟她父亲是因为保护约翰才丧命 女孩希望约翰去干掉叶师傅 不然的话自己会亲自动手 女孩再没说什么 约翰也以为时间能抚平仇恨 但叶师傅终归没能逃过致命一刀 不过那都是后话了 得知派出那么多杀手 都没能成功取了约翰小命 侯爵突然有一种 不达目的事不罢休的使命感 现在已经不是单纯为了干掉约翰这个人 而是为了在全世界抹除约翰这个概念 也包括和这个概念有关的一切东西 没有肉体上的摧毁 弹劾精神上的消灭 侯爵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不过现在他很好奇一件事 自己是被高卓会赋予最高权力 才能用尽一切手段找到约翰 小黑只是个杀手界的无名小卒 是怎么凭着一人一狗做到辞事的 小黑提出自己需要2500万美元的酬金 而且如果能干掉约翰 侯爵必须保证自己后半辈子的养老金 这些钱对侯爵来说不算多 他只是无法接受一个声明不显的人和自己谈条件 最后双方各退一步 以2300万美元价格成交 但前提是小黑要过了自己这一关 摆在小黑面前有两条路 一是把刀抽出来 手就会没事 二是忍着疼 别动刀子把手抽出来 如果能做到 荣华富贵就在眼前 为了2300万美元 小黑忍着剧痛缓缓抽出手掌 成功与侯爵达成合作协议 而另一边的约翰 得知侯爵调动一切资源追杀自己 当即决定展开反击 可酒店经理处于好意提醒他 做人应该长记性 杀掉侯爵于事无补 像他之前干掉长老一样 不等侯爵吃身凉透 高卓慧就会派出新人顶替 约翰要做的不是杀了侯爵 而是杀了侯爵以后 还能让自己恢复自由身 高卓慧的一对一决斗是个老传统 一旦开始决斗 无论是生是死都会得到某种解脱 可问题是现在约翰已经脱离高卓慧 要想重新提起决斗 必须拥有家族身份 柏林某处教堂内 约翰与曾经的黑帮家族当堂对峙 希望老大姐能帮帮忙 给自己一个家族身份 由于约翰之前在沙漠干掉长老的莽夫行为 家族遭到侯爵报复 老大姐的父亲都被杀了 现在老大姐不是不相信约翰没能力干掉侯爵 但是最后的决斗之前 约翰必须办了另一件事 和老大姐有杀父之仇的大金牙 正在赌场一掷千金 让约翰没想到的是 叶师傅也在这里 甚至小黑和他那条狗都在这里 不过人多不能代表什么 约翰来这里就一件事 已经是你想杀我 我想杀他 他又想杀你的局面 不如大家用扑克牌一局定胜负 规则很简单 每人发五张牌 德州扑克的玩法 约翰的牌面是两个对子 叶师傅牌面是四张九 小黑则是铜花大顺 见三人牌面都不错 大金牙缓缓开牌 看到他竟然有五张二 叶师傅不得不标出家乡的脏话 标了一条扑嘎有家床 约翰抓起扑克罩脖子就来了一下 小黑的狗也扑上去 叶师傅掏枪干掉蠢蠢欲动的小弟们 没想到大金牙皮糙肉厚 扑克牌划一下 竟然只是轻伤 捂着脖子就往后跑 约翰不得不冲进上千人扭动身躯的大厅继续追杀 大金牙自知无路可逃 动手前又猛吸了一口提提劲 肥状身躯在要力作用加持下 果然让约翰无从下手 反倒被大金牙一脚踢下高台 再度从水墓中爬起的约翰 有些听不清耳边声音 模模糊糊看见有人拿斧子朝自己门砍 只能狠心夺过兵器砍向敌人脑袋 一向好脾气的叶师傅都无法容忍作弊 用最细腻的招式把每个敌人杀得透心凉 而小黑依旧用最传统的人狗合一 约翰这边已经用斧子击毙数十人 终于迎来和大金牙的对决 自认为身大力不亏 大金牙认为自己能主宰全场 结果被约翰死死扣住脖子上的伤口 破绽一路就再也没有还手机会 约翰在雨幕中用铁拳疯狂锤打大金牙的脑袋 再有十秒钟绝对能当场打死他 可赌场打手冲出来打断了约翰出拳 被大金牙找到机会 又是一口猛吸提起精神转身就跑 他这一跑不要紧 刚好拉开距离给了约翰机会 远距离一斧子命中右腿 接着一个铁山靠 生生将大金牙撞下高台当场拼命 为了证明大金牙已经被自己干掉 罩着面门就是两拳 抠下一颗牙作为证据带回去 老大姐一看金牙就明白 自己这个小老弟差事办得不错 答应帮他重新落上家族印记 就这样约翰成功回归家族 约翰现在以家族代表的身份 正式向侯爵发起决斗 酒店经理将约翰重回家族的证明书 递给侯爵 这个小年轻从没想过 事情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他总觉得时代变了 高卓慧也应该有新规矩 可惜他太急功近利 就算有新的规矩 也是在他掌权之后 现在他必须遵守老规矩 去迎接和约翰的决斗 如果约翰获胜 就要无条件解除对高卓慧的所有义务 在决斗正式开始之前 按规矩 约翰要和侯爵在桌前进行最后的谈判 由于决斗一旦开始就只能有一个人活下来 所以被挑战者可以先选决斗时间 侯爵翻牌选的日出 随后约翰将决斗地点定在教堂门前 至于决斗武器 还是用枪更过瘾 侯爵在确定决斗时间地点后 一直用各种语言打压约翰的自尊 说是自己这些人给了约翰人生目标和希望 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侯爵怕了 他怕一场决斗让他失去一切 失去那些权力地位乃至他的生命 所以侯爵利用规矩指定叶师傅代替自己出战 这个算盘打得精明 如此一来 就算约翰能在决斗中获胜 也只是会被免于追杀 死的是叶师傅 而侯爵就是白捡了一条命 但如果叶师傅赢了 约翰就会立刻被打死 这一笔账怎么算 侯爵都不亏 这一条规矩 无疑是给了侯爵一个机会 如果能在约翰赶到决斗地点之前 就将他击杀 那么约翰自然会输掉决斗 所以约翰既要杀出一条血路到达教堂 又要保证自己能在决斗中获胜 阴险的侯爵齐心可诛 而他依然用叶师傅女儿的性命 威胁叶师傅出手 在决斗正式开始前 两位好友心平气和坐在一起 叶师傅告诉约翰 女儿出生后 他曾试图放弃这种生活 本以为能回归正常 可到头来才发现 原来江湖不是那么容易退出的 约翰和好友轻轻道别 距离日出还有很长时间 谁都知道侯爵会下黑手 老朋友们给约翰准备了一身新衣服 为了组织 约翰顺利到达决斗地点 在侯爵的授意下 江湖上所有杀手都受到追杀令 赏金已经被提高到2600万美元 这足以让居无定所的杀手们疯狂 整个城市的杀手都陷入疯狂 人手一把趁手武器 全都奔着巨额奖金 顺便一战成名来了 而约翰的武器 则是老友们为他准备的9毫米手枪 21发弹容量 自带补偿器和光学瞄准 足够约翰在近距离遇袭时快速反击 送佛送道西 早就有古董小船准备好 约翰在地下走水路缓缓驶向教堂 几分钟后便到达尽头 这已经是极限了 再往后的路只能靠约翰自己 6点03分就会日出 留给约翰的时间不多 出来迎面就是巴黎铁塔 也许会带来好运 可一旦在街上露面 就意味着即将遭到围攻 放眼望去街上全是杀手 约翰甚至差点被迎面撞来的车掀翻 果断开枪干掉司机 好不容易掉下来 又差点被另一辆车给撞死 既然有人送来交通工具 约翰顶着子弹就冲出去 成功闯过第一个街区 时间有限 约翰不想与这些人缠斗 如此危险举动被人找到机会 约翰瞬间被撞翻 挣扎着爬出来 以车为盾牌迎战四方来敌 眼看追上来的人越来越多 约翰拔腿就跑 和杀手在车流中搏杀 约翰借力打力 趁杀手挥拳时 拉着他扔到路上 可越是接近决斗地点 这些杀手就越跟不要钱一样 从四面八方涌出来 而此时 小黑和他的狗也已经到达现场 小黑远距离拘调竞争对手 虽说也是为了赏金 但也给了约翰逃命机会 第二波攻击再度失败 约翰即将到达教堂 似乎是感受到这些人的疯狂 约翰突然决定放弃大路 冒着弹雨钻进破旧民宅 杀手们之间本就不团结 挨个上只会被约翰逐个击破 再加上有小黑从中作梗 根本没有杀约翰的机会 侯爵终于发现事情不对 立刻给小黑打去电话 要求立刻干掉约翰 本以为两千多万就能办成事 可小黑现在漫天要价 不给三千五百万美元 绝不会出手 气得侯爵一把摔掉手机 可小黑的专业素养 已经远远超出这些普通杀手 再加上有狗子协同作战 小黑堪比战神 此刻侯爵再想出 三千五百万的价格已经晚了 小黑坐地起价 开口就是四千万美元 如此令人心动的价格 更让外面的杀手们疯狂 一位改装达人 用自制武器偷袭约翰 结果反被夺枪 自己也命丧当场 强盗新武器的约翰如鱼得水 这种龙锡弹打人比九毫米手枪爽多了 只要轻轻挨上那么一下 立刻魂归西天 连声惨叫都不会有 整间屋子似乎已经被约翰主宰 现在只有小黑还能与之一战 双方都没了先进武器 约翰凭借高超格斗技巧 死死锁住小黑 一个杀手冲过来想捡漏 被狗子瞬间扑倒 而明明有机会反杀的约翰 只开枪打死那名杀手 在小黑疑惑的眼神中 纵身一跃 撞碎窗户跳出去 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现在约翰已经能看到教堂 见识日出之前 杀手们最后的机会了 还有不到十分钟时间 可台阶上的杀手何止十人 那把九毫米手枪 是约翰此刻最大的仪仗 冲上台阶一路过关斩将 终于干掉所有拦路之敌 可往往黎明前的夜才最黑暗 就这样一路滚下去 约翰还没从眩晕中恢复 杀手就一套小连招 再次把他抓起来往下扔去 又是无限的翻滚 直接回到原点 刚才爬的一百多级台阶全白费 接近昏迷的约翰 耳边终于响起那个人的声音 夜师傅本该受人之托来拘杀约翰 但朋友之情 让他选择与约翰并肩作战 夜师傅双眼看不见 可那并不影响他精准戳中敌人要害 此时就连小黑都选择帮助约翰 不但在远处替他拘杀障碍 还派出狗子疯狂攻击 接着就能以狗子受到伤害为由扣动扳机 约翰终于在日出之前到达教堂 这是希望的颜色 按照老规矩 大家在决斗前先喝杯酒压压惊 接着脱掉外套 以免影响开枪速度 两把带容量一发的老师手枪一人一把 默默数着部数缓缓走出 站定后 每人得到一颗子弹 在绚烂的日出中 最后时刻即将到来 30步的距离 剩两人都没击中对方要害 接下来是20步距离 每人再次获得一颗子弹 这次仍然没打中要害 还剩十步距离的最后一次机会 依然是每人一颗子弹 这次竟然是约翰重枪倒地 而他甚至没来得及扣动扳机 侯爵健壮兴奋极了 当即要求 由自己开枪结束约翰性命 此时他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步入死亡 侯爵中了约翰的苦肉计 约翰故意坚持到最后一刻不开枪 就是为了引诱自大的侯爵靠近自己 现在决斗正式结束 约翰获得自由 酒店精力将恢复原职 叶师傅和女儿也终于安全 赢得决斗的约翰没能撑太久 毕竟整整打了一整晚 如今又因苦肉计身受重伤 终于还是倒地不起 老朋友将约翰和妻子葬在一起 天堂也好 地狱也罢 约翰总算在死前恢复自由 可本以为已经安全的叶师傅 也没能逃过一劫 已经走向女儿的叶师傅 突然看到一张熟悉的脸 号二女儿已经出现 叶师傅生死难料 正如他曾经和约翰讲过的话 那些求死的人会活着 而那些求生的人则会死去 距离第一部急速追杀已有十年 金奴里维斯也老了 动作再不是那般流畅犀利 但博命尽头依然一个不少 也许还有下一步 也许依然是和叶师傅搭档 生与死难以预料 生死之间轮回不止 尽情享受这淋漓尽致的暴力美学就好 你们看着我干嘛 你们平时不是说我 像个爷们儿吗 还满人气 做不了 放个泡河 很好气息 I'm with you in that 很好 那这不错保持啊别动 You'll get what you better 特别棒特别美 来多一点 I'll get back to you shortly Sure 棉玉花甲的龙叔已经不再胆打独斗 组建了一个安保公司 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 这时已经到了农历新年 龙叔的大单子也要来了 英国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 举办春节嘉年华活动 所有人都沉浸在农厚节日氛围中 没有人注意到 人群里有几个大汉 探头探脑的样子不太像好人 他们的目标 正是身穿黄色风衣的秦老板 危险已经靠近 秦老板毫无察觉 还和远在非洲的女儿打去视频电话 和老爸说话 秦小姐无比乐意 不用心疼电话费 但和后妈说话就不是那么愿意了 后妈还没从秦小姐的冷言冷语里反应过来 壮汉们已经齐齐动手 秦老板的保镖们 没撑过三回合就被干掉 秦老板和太太也全被绑走 在英国伦敦有句名言 有困难找龙叔 龙叔的齐先锋安保公司 网络各路英才 依靠各项先进设备和技术 生意扑得很大 收到消息就立刻展开救援 我们有没有队员在附近 有两名休假的队员就在附近 立即派他们去营救勤国力 两个休假的员工 一个是大春 一个是杨哥 傻傻的大春都已经有孩子了 杨哥还是单身 收到公司传讯 两人得知距离目标只有400米 立刻放弃休假 准备出任务 绑架秦老板的是一个叫奥马的人 之所以不远万里 到英国搞绑架 完全是利益之争 秦老板曾经和奥马父亲老麦 有合作关系 后来老麦离奇遇害 奥马就怀疑到了秦老板头上 因为老麦有一笔巨额资金 死后下落不明 所以必须撬开秦老板的嘴 问出资金下落 大春和杨哥已经赶到奥马的住所 到门口才发现自己没带枪 只能用蛮力一拳轮晕守卫 在一前一后分头行动 杨哥从前门进去直接开打 大春从后面用辣椒制造魔法攻击 反正有两个人 救谁都是救 大春顾不得秦老板 先把秦太太给拉走 仗义的把在秦老板面前表现的机会 留给杨哥 带着秦太太跑到厨房 两个杀手也紧随其后 大春拎着灭火器就开喷 身为龙叔的下属 大春也继承了龙叔的优良传统 不管何时何地 只要有家具就不会输 任何一件东西到他手上都能成为武器 甚至大春已经清出于蓝胜于蓝 还自创了新的招式 等大春收拾好这边的敌人 杨哥也被迫和秦老板从楼上跳下去 正好下面有表演团队 被龙灯拖着索性没受伤 都说大春傻 其实一点都不傻 从始至终抓着秦太太的手就没松过 队友米娅开着家常林肯救走他们 一路上风驰电掣 各种甩尾飘移 终于把秦老板和秦太太带回公司总部 综合各种信息 他们发现这次得罪人了 绑匪是来自一个叫北极狼的团伙 那群人毫无原则底线 只要给钱什么都干 北极狼怎么会盯上你呢 秦老板以前是在中东替一个叫老麦的人 在欧洲卖石油 赚的盆满钵满 后来秦老板发现 老麦是一个恐怖组织的头领 还用秦老板家人的命作为威胁 让他帮自己买大规模杀伤武器 秦老板被逼得没办法 向警方举报了老麦 后来美军把老麦炸死 老麦的长子奥马却活了下来 由此恨透了秦老板 这才故凶杀人 按说在龙叔这里 安全绝对没问题 可秦老板的女儿还在非洲 一旦被盯上 后果很严重 龙叔当即做出保证 急先锋公司会安排好一切 不过秦老板能想到的是 奥马也能想到 几乎是和龙叔同一时刻开始行动 北极狼那货人也飞去非洲 秦小姐在非洲保护了多少动物不敢说 社交账号做得倒是风生水起 我现在还挺佩服她的 你看她的视频 上传不到一个小时 只有40多万的点击量 人怕出名猪怕壮 尤其还是在网络上这么活跃 能被好人看到 也能被坏人看到 北极狼团伙找到非洲当地盗猎 保护动物的势力 要联合他们一起围杀秦小姐 盗猎者早就恨透了秦小姐 有人肯上门求合作 简直是求之不得 此时的秦小姐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夹在正邪势力争斗之间 还在非洲大草原上 悠闲地上演美女与野兽 如果此时此刻 手里能拿着一瓶纸壳糖浆 她的视频点赞量 会直接从40万飙升到400万 还好是龙叔的团队率先到达 可是看见这傻白田 居然在狮子旁边卖弄风资 龙叔也不敢乱动 狮子这玩意儿搞不好要人命的 就耽误了这么几分钟的时间 绑匪们就嗷嗷叫着赶到现场 再不把秦小姐接过来 一群人说不定就得埋尸非洲大草原 说什么都来不及了 绑匪过来就开枪扫射 别说保护动物的命了 他们手上连人命都有 龙叔被逼得没办法 冒险翻滚过去强行抓住枪管 差点就把能拿刀能吃饭的手烫坏 要说这次龙叔也是太大意 只带着几个青髓就赶来非洲冒险 傻白田秦小姐 看杨哥和绑匪打得火热 举枪就想帮忙 却不慎射在杨哥胳膊上 幸亏龙叔反应快 人数不够就让动物凑 想到让傻白田呼叫他的狮子朋友来帮忙 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果然凶悍 雄狮扑过去立刻见笑 龙叔一行人趁乱溜至大吉 但杨哥的状态已经越来越差 杨哥晕倒在秦小姐怀里 水路两用车就像公园里的鸭子船 载着两人缓缓驶向神秘小树林 龙叔刚才跑得太急 和杨哥走了岔路 现在又要逃命又要救人 分身乏术 只能让受伤的队员自行先去医院 龙叔要带着米娅去小树林找杨哥 顺便救秦小姐 谁也没想到 秦小姐已经带着杨哥回到据点 坐着秋千缓缓升空 到一个枯草编成的蛋壳里 就这样度过了一整晚 太阳落下 龙叔和米娅连夜翻山越岭 太阳升起 两人还没走到 杨哥已经从昏迷中清醒 对这种地方出现怪异的蛋壳房很不理解 更不理解 秦小姐和陌生男人共处一室丝毫不尴尬 或许真是颜值的力量 秦小姐总是有意无意地靠近杨哥 还兴奋地给杨哥介绍 自己眼中的非洲大草原 搞得杨哥有些哭笑不得 龙叔还没到场 坏人们已经带着非洲猎狗杀来 要是放人这些动物窜出去咬人 打大象的麻醉枪也镇不住场子 还好龙叔已经从小树林钻出来 和米娅一起用电棍解决了这群人 硬拼是不行的 还是得继续跑路 幸亏这车子水路两用不限次数 几人得以逃生 绑匪们上次吃了亏 这次就有准备 开着水上摩托沙来 是要活捉秦小姐 龙叔有脸懵 从业这么多年来 还没见过这种阵仗 陆地作战和家具城作战 是龙叔的拿手项目 水上作战一时有些不熟悉 还好这些绑匪一把枪都没带 只知道傻傻地用砍刀挥来挥去 秦小姐踢当插眼的技术相当娴熟 一看就是受过998课程的培训 可这种歹徒兴奋权完全不靠谱 还是被拽上冲锋艇 杨哥拼命扑过去 想把他救回来 米娅和龙叔又陷入混战分不开身 等杨哥上了冲锋艇 被人家一扳手敲脑袋上 摇摇晃晃几次 还是一头栽到 前方就是大瀑布了 再打下去 谁都别想活 龙叔不得不冒险抢到一辆摩托艇 杨哥那边吉人自有天象 不用龙叔操心 先救回米娅才是正事 从水里捞出米娅 俩人躲在岩石上等直升机救援 杨哥就和秦小姐被绑匪带走 刚回到总部 龙叔就收到消息 北极狼那群人要求龙叔交出秦老板 否则就要干掉杨哥 秦老板对杨哥没多少感情 他怕的是绑匪顺便干掉他女儿 为了女儿 秦老板决定冒险回去一趟 他之前没对龙叔讲实话 老麦的死和秦老板有关系 但真正关键的是 是老麦死后 只有秦老板知道那一大笔钱的下落 所以奥马才会步步紧逼 不弄死他不罢休 现在摆在龙叔面前的问题是 怎么才能既救回杨哥和秦小姐 又不用把秦老板送出去 思来想去 龙叔决定玩把大的 吉先锋公司除了后勤行政 其余人全部出动 但当地警方给龙叔泼了盆冷水 奥马所在的贾德巴拉城不大 总共也才只有五万多人 其中就有两千多人 是奥马手下的武装力量 那座城几乎都已经成为 奥马的私人训练基地 当地政府想管 但是不敢管 派兵进入更是不可能 这个救援任务的困难程度 前所未有 龙哥亲自做战前动员 我知道大家都是和平精英 吉先锋所有行动人员已经武装到牙齿 向那座有上千年历史的古城开拔 其实贾德巴拉城本该成为文化旅游圣地 可是在奥马的操控下 现在古城变成贩卖文物和走私毒品的老巢 就连城内的百姓都只是他们的人质 如果强攻的话 怕是会让城池毁于一旦 而且要是连累城里的百姓 龙叔会觉得万死难辞其咎 还好城内有一名警方内线 这位老厨师的儿子被无辜杀害 他愿意帮助龙叔救人 能顺便收拾了奥马就更好 龙叔也答应老厨师 自己会竭尽所能 帮老厨师一家离开这里 可以去外面开启新的生活 作为交换条件 只需要老厨师带领大家进入城里的古堡就行 那是奥马团伙最核心的区域 结果老厨师说自己能力有限 最多只能带米娅一个人进入城堡 其他人可以从无人把守的险要地带进入 龙叔一时雨塞 计划没能达到预期效果 但好过两眼一抹黑 有路总比没路强 已经到达既定位置 急先锋的成员立刻放出电子蜜蜂和仿生鸽子 这些伪装好的设备竟然没被发现 古城内的情况清晰显示在屏幕上 各个地方安保力量分布一览无疑 而且小蜜蜂还发现 密室里的杨哥和秦小姐 他不真的会把我们杀掉吗 我想这么早死掉 杨哥对秦小姐这种人有些语塞 只能随便编个生命现场的瞎话稳住他 等到电子小蜜蜂出现在眼前 杨哥心里终于有底了 他知道同伴们都来了 龙叔的营救计划向来没有失败过 但唯独算漏一件事 这群绑匪是毫无道德底线的 杨哥被带到一件密室问话 杨哥义正言辞地拒绝糖衣炮弹的腐蚀拉拢 他说自己做事是有底线的 和这群只认钱不认人的 没有道德底线的人不一样 结果三两句话就得罪了人家 浑身上下都被绑上定时炸弹 北极狼老大和龙叔交过手 已经闻到空气中有危险的味道 建议奥马早做准备 防止龙叔暗中下手 可奥马坚信自己的城堡无坚不摧 只需要加强戒备就行 其他事不用多管 等到太阳落山 老厨师带着打扮成侍女的小雅进入城堡 其他人只能穿戴好防毒面具 忍着剧烈的臭味和恶心 从下水道钻进城堡 当时老厨师还说什么险要地带 这地方谁愿意来 纯属谁脑子有炮 一切尽在掌握 只需要按照总台提示行动即可 这次要来个里应外合 包个大饺子给奥马尝尝 天一亮 龙叔就带着秦老板进入城堡 想将秦老板作为人质 交换回杨哥和秦小姐 千年古城即将迎来 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斗 人都来了 奥马也不想废话 他只想要自己老爹留下的那笔钱 秦老板交出一罗纸 这是他手里曾经替老麦掌管的财产清单 那些财产大部分已经兑换成黄金 藏在一个极为秘密的地方 只要奥马放人 秦老板愿意立刻说出地点所在 但奥马坚持要先拿到钱才肯放人 眼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无法实现 北极狼老大干脆让龙叔看了浑身绑着炸弹的杨哥 时间还剩下不到三分钟 龙叔没有时间犹豫 必须选择强攻 狙击手顺利瞄在奥马身上 他命令手下把枪都放下 迷惑大家注意力 自己却趁龙叔不注意拉过管家挡枪 局势再度陷入混乱 急先锋成员立刻开枪 小雅翻转托盘照着绑匪脑袋救世一下 为了掩护大春给杨哥拆炸弹 兄弟们把枪管子都打红了 但这个定时炸弹 不管剪哪条线都会爆炸 其中的科学原理是什么已经不重要 索性这个方法是有效的 身上的炸弹虽然停止计时 但杨哥脚下还有跳雷 这种雷的杀伤半径有14米 稍有不慎 大家就跟着全部玩完 兄弟们拼命给大春争取时间 小雅手持双枪疯狂输出 另一边的枪管子已经烧红打断 大春没有太多时间犹豫 和杨哥一起跳出去 还好有盾牌护住全身 受伤总算没太严重 可傻白田秦小姐 有米娅的保护已经顺利撤退 大春和杨哥就倒霉了 被人家堵着进退两难 这毕竟是人家的地盘 晕头转向根本找不到路 还好有老厨师帮忙 转来转去终于逃出古堡 大家成功在街上会合 边打边撤准备溜之大吉 眼看自己这边的人越打越少 敌人却越打越多 而且大春还被子弹击中胸口 不等兄弟们过去救人 不知哪个狗腿子又打出一发火箭炮 大春被埋了进去 总部已经彻底探测不到大春的生命体征 现在四面八方都是敌人 再不走就得全军覆没 杨哥不肯走 说什么都要救兄弟 于是在加特林的掩护下 杨哥拼命冲进废墟 把大春刨出来 整个过程耗费体力太严重 刚扛着大春扔进车里 杨哥就累到差点虚脱 人都齐了 终于到撤退的时候 偏偏秦老板脑子一抽 举高双手自投罗网 他有自己的投降理由 认为奥马要的是自己 只要自己投降 就可以换来大家的安全 他非要送死 谁也没办法 只能在撤退途中 看秦老板跪倒在地投降 大春还是昏迷不醒 不知道是因为胸前中弹 还是被火箭炮震晕 车上没有急救设备 杨哥疯狂给大春做心肺复苏 一直没有反应 干脆俯下身子做人工呼吸 偏偏这时候 车子冲出古城 沿着山路一直飞了出去 一路颠簸冲到山下 大春竟然逐渐恢复意识 大春刚才是有惊无险 胸前有他儿子做的轻张 挡住那颗要命的子弹 那发火箭炮才是让他昏迷的罪魁祸首 急先锋成员安全撤退 秦老板可就糟了 面对奥马的火炭袭击 秦老板一五一十全都交代 说黄金都在迪拜存着 到时候自己一定会老老实实交出来 这时龙叔也带着团队到了迪拜 他告诉迪拜警方 奥马的父亲老麦 之前已经支付了武器定金 但那个大规模杀伤武器 还没来得及交易 老麦就已经被美军炸死 现在有一大笔钱藏在迪拜 所以龙叔想请迪拜警方帮忙 最好在奥马交易的时候 把他们一网打尽 迪拜警方也不是吃干饭的 他们已经监控到 奥马的小弟进入迪拜境内 只等他们上岸就开始抓捕 带枪肯定是不行的 不过对龙叔来说问题不大 只要有家具的地方 他就是无敌的 奥马的两个小弟中有一个光头 此人相当好色 前女友都是18线演员和18线模特 现在要想随时追踪奥马的动态 就要想办法复制到光头的手机和信用卡信息 既然光头好色 所以该用什么计策 答案不言而喻 你们看着我干嘛 你们平时不是说我 像个爷们儿吗 还没人气 做不了 嘴上说着不要 身体却很诚实 米娅已经在泳池旁摆出各种曲线姿势 成功吸引到光头的注意力 大春伪装成摄影师配合米娅 来来回回拍了大半天 衣服也换了好几套 终于成功接近目标 趁这个空隙 立刻用高科技设备复制他们的信息 顺利完成任务 与此同时 秦老板正在奥马的豪华邮轮上被迫做客 卖武器的军火商打来电话 说两亿的余款必须要现金交易 奥马本来也没打算线上交易 他要尽早花掉那批黄金 等奥马上岸 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控 现在已经查到交易地点在二手车市场里 兄弟们已经提前在周围埋伏好 只等交易开始就进去抓人 秦老板打开维修车间的一道暗门 刹那间金光四射 原来那些黄金已经被换成金灿灿的跑车 每辆车的价值都超过一亿美金 而且车胎防暴 车身防弹 就算是最后一辆红色豪车也只是涂了一层漆 里面全都是黄金 军火商当场把操作武器的方法交给奥马 操作相当简单无脑 只需要使用这个小电脑 像打电动一样就行 20公里内的任何目标都能被击落 如此简便的东西对奥马很友好 他现在就想着炸穿美军的航母给父亲报仇 巴不得立刻开始发射导弹 交易已经完成 秦老板本以为自己能活命 但奥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放过他 不管怎么说 他父亲老迈是因为秦老板的举报 后来才被美军给炸死 所以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放过秦老板 在监控前的秦小姐看到父亲有危险 傻白甜气质又开始泛滥 竟然想自己单枪匹马就去救人 逼得阳哥没办法 只能跟着一块去 不过奥马的阴谋没能得逞 迪拜警方的及时通报 让美军航母早已收到消息 所有防御全部开启 而且特警也已经杀向仓库 奥马是令肯舍命也不舍财 立刻带人开着黄金豪车开溜 他们是全跑了 可开着红色豪车的军火商被当场逮捕 豪车无主 于是阳哥趁机带着秦小姐 上豪车去救秦老板 情况不容乐观 奥马已经开始操控小电脑 满载导弹的装备升空 随时都会向航母发射导弹 美军不可能坐以待毙 所有手段全都用上 导弹射来时 禁防炮不计成本疯狂开火 光这样还不够 谁也不敢肯定导弹有多少 必须派出战斗机 彻底毁了发射装置 最终以一架战斗机被炸毁的代价 发射两发导弹 炸毁大规模杀伤武器 奥马费尽心思得来的大杀器 就这么轻易被摆平 感觉心都要碎了 大规模杀伤武器虽然没了 人还是得抓 吉前锋成员还在疯狂追击这群恐怖分子 米娅从摩托上一个翻滚跳上黄金豪车 照着光头的脑袋就砸过去 成功将其拿下 至于奥马这种死硬分子 那是死都不肯投降 杨哥还在拼命追击 坐在副驾驶的秦小姐根本帮不上忙 一直等到奥马在商场里撞车挟持着秦老板逃跑 秦小姐还是一点作用也没有 每次都是他惹事 然后杨哥收拾残局 还好有龙叔帮忙 成功控制现场局面 中枪的奥马被龙叔丢进水里 伤口在鲨鱼旁边不断冒血 谁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活下来 围观群众掏出手机 记录这百年难得一见的櫻木 秦老板终于得救 傻白田的愿望成功达成 吉先锋协助警方抓获恐怖分子的撞举上了新闻 这次又在国际上录了回脸 从春节活动那天开始 一直忙到晚上已经到了元宵佳节 事情总算告一段落 秦小姐似乎也对杨哥有了小心思 不过杨哥不太会喜欢这种花瓶 随手招来一块阿拉丁神坦给秦小姐披上 大家终于结束了这趟迪拜之旅 这几年成龙大哥的电影一言难尽 爱说这部极先锋 各种元素也都有 动作 枪战 追逐 甚至还开发出了水上追逐 可总是给人一种比看戏还要看戏的疏离感 说这是大哥的电影吧 大哥的出场时间还没配角多 说这不是大哥的电影吧 大哥可是领先主演 大哥年龄大了可以理解 可那位富家女又是哪位大神塞进组的 从头坐到尾 还自创了个蛋住在树上 大哥看不了 颜值看不了 那就看豪车好了 结果豪车的特效还不如游戏画面 算了 毕竟是成龙大哥 且看且珍惜 昔日江湖上叱咤风云的大佬们低头求人 完全是因为好兄弟鬼哥只留下一张遗照就失踪 阿妹在照相馆看到照片那一瞬间 感觉天都要塌了 回到几个月之前阿妹提着外卖送进一家卡拉OK 因为迟到面已经炮胀到难以下咽 看场子的阿良拦下动手动脚的小混混 结果脑袋上挨了一酒瓶 小混混本以为一瓶子能震慑全场 阿良老大上来就是一酒瓶 有老大撑腰的阿良报了一瓶之仇 老大又递给他一个 再一个 还一个 打到阿良终于出了这口恶气 阿妹友好的把纸巾递给替自己出头的阿良 但他暂时还不能离开 283块不容易赚的 不然阿妹也不会忍着害怕过来 这里是鬼哥的场子 表弟彪哥特意过来想谈的合作 这么大个场地不能光唱歌 不搞些技师服务 卖些快乐玩 简直是浪费 但是鬼哥一直都不喜欢这些东西 他就想本本分分的唱歌 他还劝彪哥有空多做些好事 赚钱要有底线的 有空给子孙后代积点应得 以后最好别派手下故意过来搞自己 鬼哥有好几家店 但这些年生意都不怎么样 阿良想劝鬼哥看清时事 跟上时代做事才有的赚 不如就和彪哥合作 起码把卡拉OK改造一下 现在谁还去只能唱歌的地方唱歌 现在世道不好 香港的经济被豪门大族控制着 就连棺材这种东西都有人专门控制货源 他们这些社团人士是进不去的 至于开饭店 那就更不用想了 真的茶餐厅比米铺还要多 不要想了 不过呢 最近有家茶餐厅计划上市啊 能上市的茶餐厅背后都有资本强力注入 不是他们随随便便凑点钱就能卷过人家的 大环境变了 黑社会想赚钱也得跟风 就好比阿妹的茶餐厅 想通过不断更新菜单来拉客 听说铜锣湾的餐厅最近火 就模仿人家搞什么日式拉面 还想研究乳酪和新品奶茶 老师傅不看好这些东西 店里生意本就不好 就是靠着伯利多销活下去 总共就请了两个师傅 已经很忙了 要是再搞出那么多新花样 弄东弄西撑不下去就惨了 我正在研制一个集容汤包 让老爸在医院可以随时有汤喝 不如你帮我尝着味道 老师傅婉拒了阿妹好意 催促他快点去医院看父亲 阿良正好过来送外卖钱 客随主便 阿妹就请他吃一份A套餐和奶茶 临走时不忘加个微信 可阿良现在没功夫撩妹 卡拉OK里被人恶意扔了一大堆蚂蚱 光是清理干净都要半天 到晚上才有空找老大汇报 鬼哥不用想都能猜出来 是谁在背后捣鬼 除了彪哥那个扑该 没人这么缺德 可能时代真是变了 以前鬼哥小的时候大环境不好 小孩子们也没有太多出路 要吃没吃要喝没喝 又没有多少能玩的东西 不是要考进警队就是去社团混 他算是赶上时代末班车进了社团 倒是也没做太多伤天害理的事 但是混到现在也没混出什么样子 就连社团都快撑不下去了 而且从鬼哥决定混社团那时候开始 母亲就和他关系很差 又住进老人院死活不肯见面 以前经常是阿良代替鬼哥去养老院看望 前几天老母亲已经离开人世 这始终是鬼哥心里的痛 也是那个时代的痛 其实很难说 时代在变好还是变坏 无论向哪里发展 车轮连下来总有一批普通人遭殃 阿妹的茶餐厅改良再多 终究打不过那些加盟店连锁店 再想死撑也撑不下去 老师傅本想劝大家 不拿工钱和茶餐厅共度难关 可另外两个师傅都不同意 不在城里做事赚钱还能干什么 回老家种田都没得种 实在是没出路 正行生意尚且如此 捞片门的黑社会也不好过 鬼哥现在也没心思 想自己的小生意怎么转型 老母亲的死让鬼哥沉寂很久 现在最想去一家传统的老港式茶餐厅吃点东西 有时候真不怪店里没客人 有这种服务和产品质量 哪个不长脑子的肯来 面包是黑的 柠檬放进去涮涮再拿出来 偏偏阿妹还要站出来呛声 阿妹平常不这样的 今天控制不了情绪 是因为老爸刚刚去世 两波刚办完丧事的人心里都难过 互道一声节哀顺变 算是接过这一夜 为表歉意 阿妹亲手奉上一杯柑橘蜜 他老爸曾说 喝了柑橘蜜心情就会好 鬼哥没觉得有多甜 但心里好像真舒服不少 好不容易忙完各种事 又有人到卡拉OK找 一大一小两个波妹 都想拉着鬼哥去看演唱会 他年纪这么大了 又有那么多事要忙 哪有那么多精力去外面潇洒 提议不如三个人一起回家睡一觉 哦一起睡啊 是啊好不好 神经病啊 鬼哥完全没其他意思 是真的很困想睡觉 不过他还想去茶餐厅再看两眼 你来吃东西的 不是 我刚刚经过见你没关门 所以就进来看看咯 这些被撕掉的招牌 全都是阿妹的自创 什么烈焰红唇咖喱饭 什么爆浆地狱咖喱饭 听名字就奇怪 根本没人买 而且现在厨房只剩下一位师傅 想做也做不了 最后还是得回归传统 搞一些餐肉双蛋面什么的 有鬼哥帮忙写这些招牌 也能轻松不少 忙完店里的事 送阿妹回家 鬼哥第一次觉得 人生如此美妙 说起上次在卡拉OK 用酒瓶抱人家头 鬼哥还有一些不好意思 哦那只是一次个别事件 一般来说呢 我们都不会打别人的头 鬼哥明白 现在不是过去 现在还在像他这样混社团的人 基本是没什么前途的 打输住院 打赢坐牢 怎么都不对 鬼哥和阿妹的生意 都在时代碾压下 即将烟消云散 也许是之前那杯柑橘蜜的原因 鬼哥总觉得 和阿妹说话时心里很甜 可惜自己年纪大了 太甜的东西不能喝太多 好不容易能找到说说话的人 就这么匆匆分手 突然还有点舍不得 怎么说相识一场都是缘分的 鬼哥后悔没能拥抱一下 可是店里的生意又出了大事 今年也不知道是得罪哪路大神 每个店里都有人来捣乱 警方处理都处理不过来 其实鬼哥和张警官都明白 还能是谁 根本就是彪哥派人捣乱 弄出这么多事 不是想合伙做生意 是彪哥想拿下这些铺位 改做房地产 严格来说 这属于逼迫拆迁 总之我不许有人搞事 我会抓人的 现在已经有人搞事了 又不见你抓 鬼哥的钱包已经不允许 他花钱找人去挑衅彪哥 交代所有小弟 以后有事就报警 找人来打架还要给钱 报警就免费 说不定还能顺便解决彪哥 一举两得 生意上的事太让鬼哥操心了 每天最心松的时候就是晚上 去阿妹的店里 帮忙做些杂活也是好的 曾经的社团砍人精力 让鬼哥拖起地来有模有样 拖完地再关门都已经很晚了 鬼哥邀请阿妹一起去放松一下 夜店里的各种玩意儿 让阿妹感觉很新鲜 也让酒精战争的鬼哥 重新发现这些东西的趣味所在 年轻时候不知道玩了多少次 早就无聊了 今天突然发现还挺有意思 喝多了酒的阿妹愁上心头 时代变得太快 她实在有点撑不下去 那家茶餐厅是父亲的心血 父亲在的时候 还有后盾能够撑下去 现在父亲走了 员工也都要说要离开 阿妹真的不知道 自己要不要再把茶餐厅开下去 她好希望能有个父亲一样的人 来帮帮自己 活在世上都不容易 鬼哥能怎么办 看似风光无限的鬼哥 也有自己的难处 她只能不断安慰阿妹 自己会当她背后那棵大树 两人一起撑下去 其实鬼哥现在也不知道 自己对阿妹是什么感情 说是朋友又不像 说是恋人也不是 说是妇女的话 未免有些太着急了 总之说不清 就这样先相处下去好了 第二天一早 鬼哥就捧着一束相当老土的花过来 还说特意在里面放了巧克力 这么老土的追女孩手段 阿妹实在觉得落伍 可鬼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人生新方向 她要转行茶餐厅的同时 顺便考察一下 阿妹适不适合当自己的人生伴侣 甚至还想和阿妹 有空去迪士尼走一圈 在鬼哥印象里 年轻女孩应该都喜欢迪士尼的吧 不过鬼哥这么一闹 让同样对阿妹有意思的阿良略显尴尬 鬼哥追女孩的套路 确实有够老土 用的都是上个世纪 社团蛊惑仔们的办法 阿妹很不好意思 但又不好拒绝鬼哥的好意 茶餐厅还是这么忙 找到人生方向的鬼哥就更忙 早上去健身 下午踢足球 晚上还要加练跑步 力求让自己的身体重回年轻状态 阿良调侃他 不如再抱个永春拳补习班练练 之前阿良提出要开茶餐厅的时候 鬼哥可是相当不赞同 现在是什么 为了泡妞投资茶餐厅 而且对方还是阿良偷偷喜欢的人 这种复杂的感觉让阿良很矛盾 但老大决定的是 从来不会改变 未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 一定是茶餐厅了 新请的外卖小哥是个嘻哈少年 送外卖完全不是他的人生目标 于是立刻被鬼哥的小弟们凶了一顿 正式结束外卖职业生涯 不用跟这些跑龙套子浪费口水 阿良找人帮他送 光是送外卖 已经不能达到鬼哥的预期 经过他细致又深刻的调研发现 阿妹的茶餐厅相当缺人手 正好他手下兄弟 个个都有手好闲 虽说没有茶餐厅的工作经验 但这种东西不难的 只要肯吃苦 上手都很快 而且鬼哥敢打包票 自己小弟们做事绝对免费 阿妹也挺愿意给茶餐厅增加些人手 但他一直都很介意 这些小弟们叫自己大嫂 不要再叫我大嫂了 知道大嫂 拦不住 彪哥就像狗皮膏药 哪里都有他 现在更是成为所谓发展商的代表 代替背后的地产大老板 来和街坊们谈事 彪哥的突然造访让阿妹明白 原来自己租这家档口的房东 竟然就是鬼哥 人家的租源没到期 租客又不愿意搬 还商量什么呀 你是业主 彪哥脸上笑嘻嘻 心里就相当毒 一句话揭破鬼哥的心思 说鬼哥很自私 别看鬼哥嘴上说 自己尊重社团规矩 为了社团和兄弟们的义气 要严格旅行租约什么的 但彪哥当着所有人的面 明明白白告诉鬼哥 要是肯卖铺子 就会有一大笔钱 有了钱才可以分给兄弟 或者转行做其他生意 总比这样为了自己的私欲 连累其他人好得多 阿彪你省省吧 我们这裤子 我就算发火烧了 也不会卖给你 别动气 别动气 叫死他 阿妹担心 以后会不会有人来捣乱 鬼哥当即打包票 自己的小弟 每天都会盯在这里 表面上你们是一个茶餐店伙计 而事实上 你们也是一个茶餐店的伙计 新员工入职培训很顺利 可兄弟们总是叫大嫂 让阿妹有些受不了 阿良心里也有气 认认真真告诉阿妹 她就是大嫂 不叫大嫂还能叫什么 其实阿良说的没错 阿妹受了鬼哥这么多好处 如果不是鬼哥喜欢 哪来这些人手帮忙 鬼哥从来都是说到做到 从早到晚都派人手在茶餐厅盯着 阿妹研发的新菜实在太奇葩了 和茶餐厅的风格根本就不搭 什么叫茶餐厅 有菠萝包 有蛋挞 有冻铃茶的地方才叫茶餐厅 老师傅何尝不知道这些 但做这些东西 又要有专业师傅的技术才行 而且做起来又麻烦 利润又薄 本来生意就难做 要是上这些东西就更难做 可是没这些东西 茶餐厅又不够正宗 所以曾经涉足过餐饮行业的B哥 决定亲自上手 老大侍子 这什么 更像鸡摘饼 二哥做的 是你教我怎么做的吗 浅尝一口 可以宣布让这些东西魂归垃圾堆了 靠谱的专业大厨告诉他们 做菠萝包想要大 就要把面发够 如果要皮不会陷下去 就不能发太多 做好后就要上两层淡浆 进烤炉还要时刻盯着 一旦发现变色 就立刻转小火 有大师的指导 这次的菠萝包好了很多 色泽金黄又松软 一口下去全是幸福的味道 可光有菠萝包还不够 逼哥大老远学了一道秘方 茶餐厅有灵魂的 灵魂是什么 一杯奶茶 逼哥找熟人学了奶茶秘方 还和人家谈妥 以后的茶叶可以共用 有这些东西的茶餐厅 才是正宗茶餐厅 不过天才发明家阿妹又有新想法 我一直都想 为什么菠萝包没有菠萝 但是又称为菠萝包呢 我觉得我们的菠萝包又有菠萝 阿妹准备切片菠萝 放上去搞成非碟菠萝包 反正她的奇奇怪怪的想法总是很多 偏偏还都能得到 鬼哥的大力支持 鬼哥年纪这么大 当然不是没有感情经历的 她有个前妻 今天正好是前妻生日 所以特意把阿妹也请来一起庆祝 再加上有阿良在 看起来好像没那么尴尬 其实没有比这种情况更尴尬的了 只有鬼哥一个人乐在其中 鬼哥毕竟健身那么长时间 要用一个最优雅的姿态 迎接前任和现任 其实今天的局是鬼哥特意组的 他想请前妻帮忙考察一下阿妹 不过前妻总觉得不够合适 阿妹年龄那么小 怎么可能适合现在的鬼哥 鬼哥和手下兄弟 看起来凶神恶煞的 不过心理年龄都很小 或者说是很幼稚 他们也不是太坏 有时候也很好笑的 现在年纪上来了当然好笑 年轻时候可就惨了 那时候前妻刚和鬼哥结婚 天天吵架 最后不得不离婚 离婚后反倒相处的比以前还愉快 鬼哥也讲义气 很照顾前妻 前妻口中的鬼哥 仍是相当不错 几乎从不做伤天害理的事 可现在的经济环境 早就和以前不一样 任何发展起来的产业背后 都有资本撑着 普通人想靠自己做大做强 只能说很难 而且人们也不爱到鬼哥 那种传统的店里消费 总归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鬼哥手上还算有积蓄 不然鬼哥也不会有心思 老牛吃嫩草 不行啊 前妻简单接触就知道 鬼哥和阿妹绝对没戏 根本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每共同语言 强行在一起 没好结果的 吃饭前 鬼哥还想学年轻人拍照 发朋友圈 可他根本就不知道 应该怎么拍照 今天是这只鸡生日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来来来来 我帮你 前妻和阿妹 轮流当女主角合照 可这种尴尬 还是没办法消除 前妻夹给鬼哥一块冬菇 鬼哥就说自己爱吃鸡 阿妹为了不尴尬 主动说自己喜欢吃鸡 结果鬼哥立马说自己改了 现在不爱吃冬菇 就爱吃鸡 阿妹就算再傻 也明白怎么回事了 与其一直这么拖拖拉拉 弄得不明不白 干脆说破 让大家都轻松 鬼哥确实人挺好的 讲话也挺风趣 我真的不喜欢你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哦 那就雨过天晴了 小心思赤裸裸摆出来 空气中都没了往日的轻松 阿妹一个人在后排坐卧不安 终于还是在半路下车 到下一个路口 阿良也到家下车 人生就是这样 没有一个人能陪你走完全程 鬼哥终于明白 年轻人和年轻人在一起 才更合适 主动把奔驰车钥匙给阿良 让他去找阿妹 可惜阿良没能幸福太久 刚到路口就被大车撞晕 人还没清醒过来 就被两个杀手捅死在车里 每条消息都没人回 阿妹再也没能等到喜欢的人 阿良已经彻底停止呼吸 他的遗物里还带着阿妹最爱吃的棒棒糖 私人已逝 说什么都没用了 张警官的安慰让鬼哥火更大 去抓人呐我知道谁干的 啥彪去抓人呐 你冷静一点我会调查的 还查什么呀 幕后真凶彪哥还敢在医院里露面 这个死扑该口口声声说和鬼哥是表兄弟 结果背后就下这么狠的手 为了帮地产商做事完全没有底线 这件事你肯定要负责任的 你小心点吧 看见了这是恐吓 抓人呢 别捣乱 走 阿良的死代表老社团的权威被挑战 现在不是过去了 社团没以前那么威风 想报仇要考虑后果的 何况连人家的窝点在哪都不知道 就连小弟们都是向前看的 不然没人肯卖命 二哥建议把茶餐厅卖了 凑前找人干彪哥 给阿良报仇 可真要是卖茶餐厅 那就是对不起阿妹 对不起阿妹就是对不起阿良 暂时什么都不用做 拿来好茶餐厅 不如你卖了他吧 我不想再做茶餐厅 阿妹称到现在完全不是出于喜欢 只是不想老爹的心血毁在自己手里 经过这么多事 阿妹累了 而且那些自主研发改良的东西也不受欢迎 阿妹终于撑不下去 再也不想听到茶餐厅这三个字 最后还是鬼哥送阿妹回家 这次再也没有往日的轻松 连句告别都没有 就关门上楼 说起来现代社会是没社团找事了 可那些家伙已经隐匿于各种公司名号下 手段比过去还狠 等阿妹再强大精神回来 已经是三天后的事了 鬼哥不能总是在茶餐厅盯着 有事没事 还要和老兄弟们联络感情 刚接到从国外回来的泰哥 屁股还没坐稳 彪哥就带人冲进来 一见面就嘘寒问暖 鬼哥受不了这个死扑该心心作态 交代一句就走了 得知泰哥这次回来 是鬼哥特意邀请的 彪哥面色一变 难道鬼哥是要找人对自己下手 其实鬼哥不止和泰哥有接触 他还不断接触过去那些 已经转做正行的老兄弟们 商量如何在香港地产商的把持下 让自己的势力发展壮大 大家都不是过去的小年轻了 真要抛家舍业去干点什么 一时之间还真拿不出这个魄力 看到鬼哥这么心事动众 彪哥更加确定 鬼哥是要找人针对自己 与其后发被人治 不如先发制人 彪哥有了一个阴险的好主意 因为鬼哥做这些事 都是瞒着二哥和逼哥的 这让头脑简单的逼哥 觉得不被尊重 二哥说的没错 做兄弟就是要互相信任 但有些人不但不值得信任 而且还要害你 彪哥作为鬼哥的表弟 竟然向警方举报 说茶餐厅里藏匿白粉 张警官申请了搜查令 在这里翻了半天东西 白粉是没查出来 可生意也没法做了 鬼哥明白怎么回事 张警官也明白 所以鬼哥主动提出 自己有办法可以帮警方 保证让阿彪以谋杀罪被逮捕 张警官没说话 他不敢轻易承诺社团人士什么 一句话没讲就收队离开 鬼哥背着兄弟们干这些事 让大家很不理解 是你说黑社会过时了要坐回正行 现在茶餐厅上了轨道 你要走回头路 鬼哥什么都不肯说 他有自己的主意 而且已经草拟好遗嘱 准备把名下所有财产分出去 阿妹 二哥 逼哥 都有份 也包括被捅死的阿良 喂 帮你做了些柑橘 可以吃很久的 这么多柑橘够吃好几年 鬼哥这么做 其实已经是在交代后事 当着律师的面签好遗嘱 在茶餐厅外 远远最后看一次阿妹 像是在和阿妹告别 也是在和过去的自己告别 这些事阿妹全都不知道 但他无意中在热力上 看到照相馆的收费单 按照地址找了过去 老板竟然拿出鬼哥的遗照 在给鬼哥打电话时 已经是无人接听的状态 而且现在就连二哥和B哥 都不知道鬼哥去哪了 只能找到还算有些交情的张警官帮忙 报警啊 警察会报你 你不要敷衍我吗 这件事你一定要优先处理的 一番苦说 终于求来张警官的帮忙 张警官当然知道 鬼哥和彪哥的矛盾 从监控里就能看到鬼哥的动向 而且联想到之前的事 更可以肯定 鬼哥是去找彪哥报仇 幸运的话 实在是阿良的证据 不幸运的话 就有他当场杀武的证据 鬼哥一个人对上彪哥一群人都不慌 他声称自己有大批白粉要出手 彪哥当然要来验货 这个死扑该还是那么虚伪 见面先寒暄再下狠手 张警官还是劝大家不要轻举妄动 现在抓人只能是严重伤人 最多判12年 而且刚才都不是彪哥动的手 怎么抓 可再等下去真的会死人的 二哥和逼哥终于忍不住冲出去 当场就和彪哥的手下干起来 两个老家伙再神勇 也收拾不了这么多人 只能找个最狠的坎 先镇住场子 鬼哥扑过去死死按住阿彪 捏住彪哥当步激怒他 伪君子彪哥吃痛再也忍不下去 终于露出本来面目 阿妹一酒瓶抱了彪哥的脑袋 转身又是一酒瓶 警方终于出现控制现场 鬼哥是用面粉假装白粉骗来的彪哥 所以只有涉嫌杀害阿良的彪哥被带走 而且鬼哥也没伤到要害 没休息多久就能重出江湖 阿妹的茶餐厅生意越来越好 有菠萝包有奶茶的茶餐厅 天天生意爆满 老兄弟们也都想加入进来 鸡蛋和茶叶保证用最好的货供应 鬼哥算是跟上了时代的发展潮流 打造传统港式茶餐厅 一切都越来越好 可惜阿良没福气 只能挂在墙上看到这些了 阿妹、阿良和鬼哥三角恋戛然而至 与其说是黑帮片 倒更像一个爱情故事 一个被时代碾压 无法转型的社团大叔 和一个开茶餐厅少女的淡淡爱情 打打杀杀不是时代特色 蛊惑仔已经是一份没有前途 也没有前途的职业 茶餐厅也在各种快餐的种种压力下 面临倒闭 无论过去是大佬还是小妹 现在都是在时代压力下的普通人 都要吃饭的 鬼哥和彪哥这对表兄弟的结局 更像是在暗示蛊惑仔的出路 要么转做正行 要么干脆一头扎向地产商的怀抱